BGM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 买斯科数据库创建表的上一部分 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在创建表的时候 除了咱们按上节课指定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之外 还需要为字段 指定一些属性 而且呢需要使用一些约束条件 比如说锁引 主件锁引 唯一锁引和外件锁引等等 还需要设置表的表类型 字符集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内容 前面呢是上节课咱们介绍的 创建表的语句的基本语法 和必须用到的像表名称啊 字段和类型 咱们上节课重点是详细介绍了 创建表的列类型 那除了列类型还有一些可选部分 那是这是咱们这节课主要 涉及到的内容 这几个创 涉及到内容有 数据字段的属性 创建锁引 表类型及存储位置 还有买CQ默认字符集 另外是修改表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属性 在创建表的时候起到什么作用 有时只定义了字段和数据类型 咱说了是不够的 那么还需要指定一些附加的属性 比如说自动增量的设置 自动补前导零 和默认值的设置 以及其他的一些特色设置 那我们来显示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个属性 这个 这个其实前面咱们用过了 叫做 嗯 该属性呢 是设置 无符号的 也就是不允许 这个数据列出现负数 可以让空间增加一倍 空间 增加一倍 他是怎么能让空间增加一倍 比如说小整形 他是从负128到正127之间 那么我们增加一倍呢 就变成了没有负数了 那么存储还是这么多整数 那就是从零到255 如果你在有一些列上 也就是不需要向某字段插入负数 那你就要使用这个属性来修饰 可以使空间增加一倍 看这个 那这个字段 无符号字段 只能用在 只能用在 数值型 字段 那数值型字段 都有什么呀 像前面咱们介绍的这些 整数 符点数 这是数值型字段 分为有符号和无符号的 因为像字乌串和日期不分什么 呃 无不无符号 他们不是整数 那这个用起来很简单 我们来创建一下表 连接 好 我如果写完密码 或者我不写密码 杠P 我如果直接写数据库 比如说 啊 我忘了这个库叫什么名了 我们先连接一下吧 一二三四五六 好 售一下 DATBSES 看一下库 看一下 我们有这么多库 你看细说PSPDBUSE 细说PSPDB 好 就用这个库 你看我创建一个表的时候 DATA 创建表 表名叫T1这个表 这是T1是表名 然后比如说整形 我就可以 先写一个字段 比如ID INT整形 那我就可以用无符号来设置它 UNSI GNED 这样的话 我这个值 我就不能插入负值 比如insert into 插入到T T1这个表里边 比如说插入个100 这是正常的 得插入值 后边表标准号 你看这是正常的值 T1 那如果我插入的值是-100呢 他会按 他的极限值 那检验值最小值呢 就是什么 就是零 你看一下 那空间就涨了一倍 所以使用起来很简单 要直到五符号的 记住 如果不需要向某字段插入负值 那你就使用这个去修饰 该字段 用这个属性 他属于属性 另外只有数值行用这个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属性 属性不多 比如说 凌天聪 这个属性呢 首先你也要知道 他也只能用在数值行字段 只能用在数值行字段 他什么作用呢 就是前导零 前导零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数值之前 自动用零补齐不足的位数 那比如说 我们在这再创建一个表 创建 表比如T2 T2字段 T2的这是表明 然后字段 比如说一个数量 NUM 我要INT 我写上一个五 那咱们前面看到了 差类型和微差类型 如果我写五的话 那是限制最多是五个字符 那么在符点数和W型 我写五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FROAT 我这写个五和二 这样吧 七和二 那这意思呢 是长度一共是齐位的 小一点后边呢 有两位 这是限制长度的 而字符型的 比如说差 假名 差 微差吧 或者差都行 比如说是十个 那最多不能超过十个字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加前导零 你看一下 这什么作用 前后边两个都是限制长度的 只有整数这个 它是限制不了长度的 比如写五个 那我写十五个也是 假如不超我整数范围 都是可以的 你看我加前导零 这样 整数系列都可以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表结构 T2 你看一下 五符号 前导零 这两有了 那现在 因为有符号的 是不能加前导零 加前导零自动也加上五符号了 你看 自动为该属性加上五符号 整形 五符号前导零的 然后插数据 insert into 插入这个表 T2这个表里边 哪几个字段呢 num 自动 啊 价钱自动 还有内部自动 我在这里边 插入值 你看我插入一个 嗯 一俩三四五六七八 我插入八位的 然后这个呢 插入 比如说 1234567点 123 符点数 然后名字一个字算 我插入 都是超 插入超过的值 你看一下 这也超过十个长度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 T2 这个表 你看一下 整数这个八 我已经超过五位了 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五是限制不住 它的长度的 那像价钱里边 符点数和这个名字 这个 这也没超过十个 这一共齐位 小一点后边两位 保证齐位了 只有整数这个钱 没限制住 那咱们看一下 那这个写这个 创建表的时候 加了一个五 括号 这个五长度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我家倾倒人了 我们看一下 插入值 小于五位会怎么样 你看啊 我就写两位 这也写两位 当然这后边那 跟他没关系了 你看一下 整数和符点数 前边呢 都加了保证是有五位 零零零八八 加上三个前导零 这个呢 加上两个前导零 看一下 这是前导零的作用 如果你需要数据 前面有前导零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 就是file 别忘了 加上这个字段 该字段 该字段 自动 呃应用 应用 上面那个 sig 呃 n ed 加上五符号 我们来看第三个 自动增长 哎呦 t o in c r e m ent 自动增长 这个属性 也是设置字段 的自动增长的属性 那么设置为这个属性的类型呢 当然了 也只能是谁啊 也只能是 整数 因为别的没有自动增长的 也就数字类型 每增加一条 就会自动增长一 数据 每 增加一条 就会 增加一 就会在原有的这个字段值 自动加一 应该说自动 增一 这是它的特性 而且呢 字段值呢 是不允许重复 这个字段上 的值 是不 允许 重复 不允许重复的 所以呢 啊 使用这个属性修饰的整数字段 在插入新式记录的时候呢 当自动 添加为空 零 或者留空 添加为空类型 或者是零数据插入 或者是留空 这三种情况 都会在此次段 自动加一 会作为 啊 此次的值 那超时呢 也可以为自动增加指定某一个非零的数值 这时呢 如果表证已存在此值 将会出错 否则呢 使用指定的值呢 作为自动的值 将被 而且呢 下次插入时呢 下一次段值呢 就在此基础上加一 所以呢 想作为自动增长 我们其实还得加上 呃 唯一所以之类的 因为他不能怎么呢 值不能重复 所以要保证这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 创建表怎么样的自动插入值 CREATE 创建 TA BLE 创建表 T3 比如说 啊 ID INT 整个类型的 然后 让他 他 呃 直接有这么写就行 你看啊 AUTO IN 这有个下路线啊 CREM ENT 增增长 然后 比如说 NAME 加个X 类型 10个长度 那你看一下 我现在能创建成功吗 出错的 为什么出错呢 因为我这么直接创建是不行的 他必须这个值不能重复 我们要么用咱们后边咱们不学下一个咱们不学创建索引吗 要么给他加上索引索引 那索引的一不让他重复的索引就可以 比如说我加一个处境索引 PRIMARY KEY 你看就会创建成了 所以加索引的目的 像这个列的值不能重复 那好 你看我怎么样的自动增长 insert into 插入到T3这个值 我插入ID字端 啊 NAME字端 V6值 比如说我插入空值 空是一个值 表示没有的意思 然后呢 我插入 后边我随便插一个字幕串 你看我连一插入三次 我们看下数据 第一个字段 我插入的是空值 他结果什么 写错了 T3 我们看下他值什么样的 你看1234 我连一插入四值 或者是你看我插入什么 插入零 你再看下结果 也是可以的 或者我留空 什么怎么留空呢 我第一个不插入 我只插入一个名字 你看一下 多插入几个 到11个 也会自动增长 那你就问了 如果删除一些几句 有空缺了 他会把空缺的补障 还是会在最大值上加一呢 我们来分两种情况 比如说我删除 我删除 DLET删除 从T3这个表里边 删除 WAR条件 ID大于1 并且ID小于 比如说10 你看一下 都删掉了 那我再插入 你看一下 12 再插入 再插入 你看一下 我给你排序一下 你看 10 自动增长 那假如说 我再全删除 from 从 ID 从这个表 T3这个表里边 现在我全删除 现在这里边一条记录没有了 我再插入 你看一下 也是从最大值增加 所以他永远是从 已经插过插入过的 最大值增加 那假如我插入一个值 我可不可以指定值插入 那这个字段 insert into 你看 插入这个 ID 我插入一个 100 插入了 那我现在再插入 另外一个值 在之间的自动增长 那现在结果什么样的 你看一下 会从最大的值开始加一 如果你手动的插入一个最大值 他会从最大值以后开始加一 这就是自动增长的属性 所以呢 以后创建表的时候给大家建议 每个表都最好 最后 最后有一个ID字段 设置为自动增长的 也就是使用这个属性 来设置 这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三个属性 那么来看一下第四个属性 空和 非空 因为咱们表类型里边 如果你不指定空或非空的话 那默认的值就使用空值 默认是空 就是可以插入空的 默认是空 那咱要知道这个空 空是一个值 他 呃不是没有 也不是空 就是数据库的相当于一种单独的类型 就是空 就是空数据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空数据 我们是表 将来将这个表的数据 转为 peerp程序的数据时 那么 假如说你这个是整形字无段的 整数 整数列 里边有空值 有空值 那转成peerp的 他能转成零吗 能转成零吗 如果是字符串的 里边 列里边有空值 你看啊 字符串列 有空值 他能转成peerp的 这种空吗 或者是大不行的里边空值 能转成peerp的零点零零吗 这都不确定 所以 要记住一点 给大家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呢 假的 假的 就是在创建表时 每个字段 都不要 呃 不要程序 设置 不要呃 都不要 插入 空值 因为插入空值的话 你把数据都读出来 转成peerp变量的时候 他不一定就转成你想要的值 有可能就转成peerp的空 我们不好处理 所以呢 就建议大家在创建表的时候使用闹的飞空 闹的飞空 这样的话我就存不了空值了 你看我在创建一个表 创建表 T4 比如说ID INT not 飞空 然后呢 名字 VX 30个字段 not 飞空 每个都加上 比如价钱 DOU BLE W型的 not 飞空 你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再插入 into T4这个表里边的时候 V6值 你看 我插入 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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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空值 你看一下 他告诉我ID就不能为空 所以空值就不让插入了 这样的话你就必须插入数值 那有的时候我就想留空怎么办呢 或者是其他的不插入值的时候 你看 我假如说我这里边只插入 这边ID吗 和name 我最后一个 比如说这里边就插入ID 或者就插入name吧 其他我没插入的值的时候 比如说插入个AA 你看一下 有两个警告 T4 你看一下 这里边自动转成默认零了 不是空值的 如果我要是不加入飞空的话 这两个警告 这会是都是空 都会是空 现在你看默认都是零了 所以呢 默认零现在那个价钱默认也不是零点零 所以也不太好 所以咱们要用第四个属性 最好跟not非空配合用 看下第五个属性就是缺省值 DF A U LT 看一下 缺省值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最为创建 把这表面改一下 T5的表 ID 你看啊 非空 DF ULT 缺省值 应该是零 名字如果不传的话 DF ULT 缺省值 应该是 字无串的空 价钱不传的话 应该是缺省值是 0.00 好 我再查过刚才的值 你看一下 这查过名字 我得到T5的表里了 你看没有警告了 我再查看一下 T5这个表 这个0.00 他也转成这个了 我插入不插入name 你看我插入 啊 ID 价钱吧 这个字段 12.8 你看这个就变成空 也不是NURL 如果不加这次段的话 这时候就变成NURL 现在使用默认值 字无串的空 如果默认值 你改成字无串的1 或者是0 都可以 你不插入值的时候 就使用确认值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创建一个完整的表 我预法就给你写在这 用到这些上边的这些属性 我全给你用上 假如说创建一个用户表 create 创建TBLE 关键字我搭写 create 创建TBR表 叫做用户表 users 用户表 好 你看我这块 写上 id int note 非空 非空 autu 加上这个 两个属性在一起用非空 然后这个最好是 id最好是用5符号 那个 unsi gned 这样空间能增加一倍 然后非空的 然后这个事能自动增长 antu tutu i n c r e m e n t 自动增长 然后pri mary ky 加上主件 这不加主件是不行的 然后比如名字 我用vx 比如说30个字段 30个长度 然后not 非空 not 非空 然后这里边 deflit 缺省值 用它是空 就可以了 这样不插入值 这种空值 转成prp成员的时候 就会直接转成空自无串 因为它是自无串 类型的 那比如说 这个人的身高 dou dou ble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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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确认值 比如说 有个年龄 当然年龄是不好数据库字段存的 基本都存出生日期 整形的 not非空 dflt确认值为零 性别 性别 比如说差类型的 比如说四个字段 not非空 dflt确认值 难 等等 这就是我们用到的属性字段 也就是上面我们看到的 创建表结构列类型 然后每一列都可以有属性 属性就刚才咱们讲那五个 无符号的前导零 然后还有什么 他要自动增长非空和确认值 这是我们创建表的时候需要指定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 看所以 有几种 创建所以 所以在数据库开发中呢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呢 在表字段中建立 所以呢可以提高查询优化 确保数据的唯一性 以及可以对任何全文 所以字段中大量文本的搜索进行优化 那在买税口中呢 主要有四类的所以 比如第一种叫做主件所以 比如第一种叫做主件所以 主件所以第二种比如叫做唯一所以 第三种我们叫做常规所以 第四种我们是有全文所以 全文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一看先看主件所以 主件所以是关于数据库中最常见的所有类型 主要作用是确定数据表里一条特定的数据记录的位置 咱们说一个表里边多条记录什么字段的值都是可以重复的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不同值的一个列 如果数据表里边两列记录是一样的 比如这里边我们一加所以我再查一个 你看一下 这一列和第一列和第三列是一样的 那就没有必要存两条同样的记录 因为我现在对这两条 比如对第一条操作的时候 那么他也操作到第三条的这两点操作是一样的 而且你有两份存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所以咱想办法将一个列作为一个什么 主件所以 作为主件所以 那么所以这一列的数据是完全不允许重复的 就是用来 呃会数据表会根据这个我们创建的主件的自转 来标识唯一性的用来唯一标识每一条记录 使正义两条记录里的主件字段不允许是同样的内容 这样呢可以加快寻止定位时的速度 那最好为每一张数据表 那最好为每一张数据表定义一个主件 或者叫主件所以 最好为每一张数据主件 而且呢 一个表里边呢 也只能 一个表 只能 指定 一个 主件 记住了 最好为每一边每一张表都定义一个主件 而且一个表里边不能说将两个字段定义为主件 只能有一个字段 也就是有一列是主件的 看这个 而且呢 主件的值不能为空 主件的值不能为空 这两个记录 不过可以有多个候选缩影 例如在前面当创建用户表的时候 那比如说ID字段 咱们指定了字的增长和非空的属性 那并且呢 为期指定了主件缩影 那这样呢 无论以后是否删除以前存在的记录 那每条记录呢 都有一个唯一的主件缩影 让我们看一下创建 主件缩影 可以在哪地方创建 比如说CRAT创建T ABLE表T6这个表 你看一下 可以是IDINT not非空 然后PRIMARY KEY 主件缩影 逗号 然后名字 你看啊 VR CHR 30个字段 好 这样就创建成了 主件缩影 当然这个呢 我没有写自动增长 你也可以写自动增长 你看DSC 看下的表结构 T6 看这个主件缩影 看到了吗 键 ID 我做上了 我做上了主件 我做上了主件 所以这样的话 我在ID值呢 我就不能存重复的内容了 比如说 Insert Into 插入这个值 插入在T6这个表里边 V6值 比如插入一个E和AAA字段 第一行可以 我再从而插入 你看就出错了 E为主件 主件值重复 那我这样的值 就没插入进去 你看 从T6这个表 我们看一下 只有这一条记录 除了在创建表的时候指定 你看 Create TAB RE创建表 T7这个表 ID INT Not 非空 然后AUTO INCR EMNT 创建一个 重增长 我不在这只能主件 你看啊 然后 NAME VRCHR 10 到号 年龄 INT Not 非空 DE F AURT 确认值 为空 你看一下 我可以在哪 我可以在这块设置 PRIMARYKEY 我用括号 指定主件 括号里边 比如说内幕字段 那我就给内幕字段加主件 我写ID 就给ID加主件 这不能写多个值 因为一个表里边只有一个字段可以加主件 好 扩回来 哦 年龄这个确认值我写错了 不是为空 再写一下 创建T7这表 ID 总统长 名字 名字 年龄 确认值是零 写错了 这不能指字不字不字不穿的 然后主件 你看出现成功了 这样子 这个T这个表 ID是增长的 然后名确认值 然后主件是ID DSC 我们看一下T7 你看也是 有这个PRI 也能看到 这个是主件 自动增长的 你看这个 名字是允许为空的 加node是不允许为空的 ID和A是不允许为空的 名字是yes 允许为空的 这几个字段 这就是主件 所以建议 最好每张表都定义一个主件 所以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唯一所以 他的作用是干嘛的 唯一所影和主件 所有一样 都干嘛 都可以 防止 什么 创建 重复 的值 都可以防止 创建 重复的值 像这个 但是呢 不同在于 每个数据表中 只能有一个主件 所以 但是可以有多个 唯一所以 你看 每一个表 都可以 有 多个 唯一 所以 那唯一所以 用什么词 用什么 嗯 关键 再来建 呢 un i qe 这个来创建 如果能确保某个数据列将只包含彼此各不同的值 那么在为这个数据库列创建所影的时候就应该使用这个 字段来修饰 唯一 所以那这样呢 在新记录插入的时候就会自动检查新记录这个字段的值是否已经在某个现有记录的字段里出现过了 如果是my secret将拒绝插入这条记录 其实呢 创建唯一所演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提高访问速度 而只是为了避免数据出现重复 比如说我们在创建用户表的时候 要删除dr 删除表 users 你看删除表 我再创建一下 创建用户表 idint not 非空 auto incre emint 自动增长 你看一下 这个用户名我们就不想再重复 比如说名字 vx 30个长度 not非空 de furt 确认值为空 你看我这样 un i q ue 唯一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不能插入重复的值了 年龄int 我就不用写了 然后primary key 我加上主件 将id 组件 因为它有自动增长的 好 我现在插入数值 insert into 现在第一列自动增长 我们不用插入 你看users 第一列我们不用插入 因为它是自动增长 就名字和年龄 vx 然后名字 比如说aaa 然后年龄 10岁 插入成功 那我再插入呢 你看就拒绝我了 desc 我们看一下users 字段 你看v1 所以 所以这块 有了一个uni 名字这块 所以呢 是第二种类型的 v1 所以 所以不能插入重复的值 那假如我插入一个不同符a1 2 这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数据 啊 这我们写查询表 选择所有字段从users里面 你看一下 n1 2 就可以了 这就是v1 所以 当然他可以在多个字段上插入 比如说 名字啊 或者是 文章名啊 等等等等吧 或者是个人的介绍啊 都不一样的重复 都可以设置为v1 所以 而主件只能设置一个 所以呢 呃 这个就防止这个字段重复的时候用这个 他和主件不一样 主件呢 是标识 两个记录不一样的 功能差不多 但是主件只能在 有一个 一个表只能有一个 唯一呢 是每一表可以有多个唯一 所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常规所以 这个常规所以呢 是我们 呃 是咱们创建数据表 你作为一个成员 创建数据表 给你标示一下 呃 最重要的技术 为什么说常规所以是这样的技术 他能提升数据库的性能 他能提升数据库的性能 数据库的性能 记录 可以快速的定位记录 那如果没有加索引的 那么假如说我举例子 假如说我有一万条记录 假如说这一条记录 两条记录 三条记录 四条记录 五条记录 等等吧 假如说我这块到一万条记录了 那你看一下 假如说我做查询 我想查询 查询数据 如果你要查询的数据 如果恰巧在第一条的话 很快就查出来 如果有一万条或者是一百万条数据 那么恰巧这条记录在最后面 表的最后边之行 也就是最后一条 那你要先读过前面 比如一万条记录 先读过九千九百九十九条 才能找到这第一万条 这效率是很低的 就比如说 假如说你去 中关城图著大厦 你去找一本书 那你怎么找啊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书放在哪儿 你得一本一本去挑 那那书有几百万本 那你等找到你那本书 我估计得花个一两年的时间 而我们现在到中关城图著大厦 那几层里边 我想找到细说P2P这本书 那我很快就找到了 怎么找啊 我首先先看一下 就按锁引顺序 你到到书店去找数据 是按一个按锁引顺序 怎么按锁引顺序 我先看哪个楼层 比如说在五层是计算机的数 然后我再找五层 现在找到了 是计算机的数 这就按锁引吗 直接就排除掉了很多 像小说啊文学啊 那样的 呃 那些都排除了 先找到五层 然后五层呢 我又找 五层都是计算机的数 那我就找软件开发的数 那么其他的像网络呀 数据库啊什么 又过来到了 软件开发中呢 我就能定位到P2P 那P2P呢 那么多数就是一个数价了 然后就能找到什么 细说P2P 所以就按这个锁引顺序 你就可以很快的定位到这本书 那数据库呢 加锁引 表数据表加锁引也是这意思 能让你按照锁引的值 很快就找这条记录 哪怕这条记录在表的最后一条 假如说一万条记录 他有可能就找十次左右 或者是上百次左右就能找到 不用说找一万条记录都便利 刚才我说的就是你找一本书 是按锁引顺序 那么我们在表里边建 也是按锁引顺序就可以了 这样能提高效率很多倍 所以不管你买衣服也好 买什么东西也好 都有个锁引 生活中的锁引 会标示你去怎么找 那数据库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数据库里边有锁引的话 就能得到最佳性能方面的提升 如果没有锁引的数据表 那就是没有排序的数据的集合 要查询数据呢 就需要进行全表扫描 那有锁引 那只是一个在锁引力上 进行了排序的表 就可以很快的定位到记录 另外呢 它不同的表类型呢 这个锁引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常规锁引呢 这种常规锁引呢 也是有缺点的 这种锁引 例如多占用磁盘空间 而且你查询速度 你看啊 这个锁引 咱们要好好设计一下 不然的话会 不仅不会提升性能 还会减少你的性能 那怎么设计呢 它可以提高 查找的速度 因为咱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项目经常访问网站呢 主要是一个查找 但是呢 会减慢 会减慢什么速度呢 这个数据列上的 数据列上 插入 删除 修改的速度 比如说刚才咱们还是举 那个书 书店 书店的例子 假如说在书店里边 你按这种锁引顺序 你很快找到这本书了 但是假如说 作为书店的工作者 他怎么的 他新书上架 他是不是必须也得按书店的 这个锁引顺序 比如说把计算机书搬到五层 然后呢 必须找到呃 pp这个书架 然后把书放进去 所以呢 这属于插入的速度 那么假如这本书放错了修改的速度 或者是这本书下架了删除的速度 他都得按照这个锁引顺序 哪层放什么方面的书 然后哪层里边什么书怎么分类 如果没有锁引的话 他放数据就可以不按这个锁引顺序 就比如说一个大仓库 他就是直接车开进去 往里边一卸就可以了 他也不用管什么顺序 这样多快啊 所以呢 有随随数据 你在插入删除修改数据的时候 他也会按照随随随数据 去摆你这个摆放你这个数据 所以呢 查询上提高了 但是插入删除修改上会减慢了 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 虽然是多个字段都可以进常规随随 但是你不要把每个表的字段 都创建 这个所以 对查询是有帮助的 但是对其他会有 呃 起的作用不大 而且反而会减慢 所以有的时候呢 咱们会分表 因为现在是观性数据库嘛 八表分开 怎么八表分开呢 啊 比如说专门创建 所以呢 放在一个表里边 不 没有所以 你能放在另外一个表里边 然后两个表呢 用一个字段关联 就可以了 这分表 另外 不分表 一个表里边 你要注意 在什么字段上创建 所以这个常规随随 比如说需要作为条件搜索的 比如外条件作为条件搜索的 需要作为条件排序的 需要作为条件分组的 像涉及到这样的数据列上 比如说外子居后边 奥德白后边 狗不白分组后边出现过的数据列 那最适合用来创建这种所以 当然所以也不要太多 所以会消耗系统作员 要适可而止 那所以这个我们 怎么创建呢 可以 索引和表一样是一个数据对象 这个常规索引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在创建表时 直接就创建了 因为它是一个和表一样 和表一样是独立的 数据对象 就是这点 和表一样是数据对象 可以单独的增长改查 其实我们这个常规索引呢 最主要的就知道这个索引的原理 为什么要加这索引 那加的时候就很容易了 不管是单独使用啊 还是 创建完表之后再给它加都很容易 比如说 CREAT 刚才我创建这个表 就拿刚才这个来说 你看 DSC 这个用户这个表 它现在是 没有索引的 就是 假如自己年龄 我想对年龄进行查询 按年龄分组 或者按年龄排序之类的 它没有索引 或者是我将 这个内幕上 也建个 索引 那你看 我该怎么创建 我现在不是在创建表是创建 因为咱说有两种办法吗 一种是创建表的时候 创建可以单独使用 那我就单独使用一下 那你看一下 使用 CRE 跟创建 因为它是跟表示一样的一个数据对象 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创建 CREAT 创建 index的 创建 所以 index就是常规索引 创建索引 然后得起个索引名 比如是IN D 1 这个索引名 在用户这个表的 这是表明 users是表明 在这个表的哪个字段上 比如说在名字字段和年龄字段 好 那这两个字段 我就加上了 所以 users 你看一下 咱这里边 密体验出来啊 密体验出来 你看一下 创建 谁 在哪个字段 这样的话 我在查询的时候 按名字查询和按年龄查询都会加快我的查询速度 如果数量比较多的话 所以咱们索引是必须设置的 所以呢 我刚才创建这个表创建索引的时候可以指定多个列 然后起了一个索引名 既然创建了 那你比如我再创建一个他就出错了 因为已经有了这个索引名 那我就可以怎么呢 就可以删除这个索引 因为它是独立管理的和表一样 在某个表我可以单独管理 比如这表我删除这个索引 第二OP 你看 用删除 索引 index的 索引谁啊 我不有个索引名吗 ind1 看这个 索引名是这个 在 因为你不用说 再指定 比如在USER S这个表里边的内幕字段呢 和年龄字段呢 你不用管了 因为当创建这个索引名 他就指到在哪个字段上 所以我直接这么删除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这个表又没所以了 这是咱们后期的管理 增删改查都可以 创建表之后你加所以也可以 那怎么在创建表是加所以 比如说创建一个 我拿一个购物车来说 创建表 比如CRT S购物车 ID int not非空 我就直接写了 然后购物车 比如说 存用户 用户id uid int not 非空 你可以都设成无符号的 比如再存商品id sid int not 非空 然后 比如说再存一个 购物车 比如说存个数量 int not 非空 我都用整形的了 你看 假如说 我后边咱们前边 primry key 现在 不可以给id加上主件 所以吗 那你看我其他的我加所以 比如说 我在把uid和sid加所以 我可以用这个 记住这里边 index 关键字和key 关键字是同一词 这个呢 一呃 问过我的人比较多 说这两个词 有什么区别 其实他们是同一词啊 是同一词 所以我在这使用index的和使用key是一个作用 那我现在就使用key和index是同一个作用 你或者是index都行 你看 我可以分别加key 然后所以刚才能创建锁影 所以不都有个名字吗 indr 然后在uid上 字段上 当然了你最好是名字跟那个字段名就一样的 比如说 c表里边的我就缩写 然后呢 uid 然后index的 我这俩词是一样的 我就故意写两个区分一下 然后c表里的sid 比如说sid 看一下 就可以创建成功了 这样的话 我用两个 假如说我这是分给字段 我可以完全我可以创建表的时候 比如说 啊 tble cartse 这个表 跟刚才不一样 你看id int 啊 sid int 啊 num int 然后 啊 完全可以key或者index的 或者index的 我直接起个名 比如叫到 uid 比如说是在uid 在id 字段 不是sid 字段 和num 字段 完全可以写两个 你看 那么这种分开写的好处和这个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可以一起管理 比如说我删除索引的时候 drop 删除index的索引 你看啊 删除index的索引 所以名uid 在哪个表上的uid crtse表里边的 我直接这么一删除 这两个索引都删了 而上面那种 我是两字段用了两个 两次索引 起了两个名字 那比如说drop 删除index的索引 比如说我删除 呃 索引名叫做cuid 在哪个表的c rts 这个表里边 那我只删除一个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得删除两次 你看才可以 才能把这个优势标里面删除 这样的话 你可以独立进行管理 各有各自好处和优缺点 所以也能说明是 多列都可以指定索引 都可以一起指定 当然可以一个一个去 起这个索引名字 然后就可以单独管理了 这就是咱们看见的 创建表的时候的常规 所以这块是咱们对 思考语创建表优化的 最主要的一部分 因为其他的人数据库的优化 都是思考语 就是优化 就是指的增删改查上的优化 那这个里边的创建表的时候 优化主要就在索引上 因为别的都是固定步骤 只有索引这块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全文索引 全文索引 其实从MySQL这个版本 就是3.23.23开始呢 就支持这个全文索引和搜索了 那其实呢 你就能够在不使用 匹配模式的前提下去搜索 单词或者端语 那么全文索引呢 在MySQL中呢 是一个 Full Test 类型 所以 但是这个所以呢 只能用在 咱们马上会讲一个 下第六个部分 咱们就会捡笔类型 只能在这个 MyISM这个表上使用 并且呢 这个表类型上用 咱还没记住这表类型 咱们马上就会记住这个表类型 这个表类型上使用 然后只有在像VX X 还有Test 这样的文本 文本字符串上使用 别的就是不能用 看一下 那 呃 也允许的创建在一个或多个数据列上 也可以多个数据列 使用 你看也可以多数据列使用 这两个清楚 那这是一种特殊的作用 他会把在某个数据表中的某个数据列里出现过的所有单词 生成一份清单 那比如说 呃 你在创建一个表的时候 这个呢 呃 稍稍有点有点复杂 我就大概说一下就行了 因为咱们今天做项目用了这个全员税的时候呢 比较少 比如说 我就直接在这写了 CR 也计创建表的名表的时候 比如说我创建一个书的表 那 然后比如说 呃 书有ID INT 类型 然后自动自然那些我就不写了 有个书名 然后VRCHR 比如说30个字段 30个程度 比如说还有个书的价钱 8不行 然后有个书的描述 文本类型的 就是书的介绍 比如说飞空的 然后你看我家所以你使用 File Test 全文 哪个字段上 哪个字段上 DETL 和 bookname 你看 因为我这个bookname 这也是自乎串类型的 Test也是自乎串类型 这么加 所以 然后假如说我按价钱查询 那我index 假如说加一个 所以 ind 在pric 就是价钱的 缩影 按价钱查询的时候 加个这个常规 缩影 文本上加个全文 缩影 那比如说我再加主件 主件 我给id字段上 假如这样的一个表 是创建完了 你看一下 这就是指定全文缩影 如果不按全文缩影的话 我们通常原来写的 思考译是这样 select 查询新 from从books里边 wire条件 看这个书里边的介绍中 你看 看这个书名中 like 有没有包含prp的字样的 百分号prp 百分号prp 这样效率很低 我能从书名中 匹配出 有什么prp的 当然了 后期咱们会学这种色科语句 而有了这种全文缩影 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了 比如说select select 选择 比如说 book name 书名 选择 价钱 from从 books 这个表里边 然后wire条件 我用系统里边的函数 m a t ch 用这个函数去指定 我去查询哪个字段 比如查询书的概要的字段 介绍字段 d etl 这个字段 我查这个字段 查询书和价钱 从书里边 条件是 在这个字段 你看全文缩影得用这一个系统函数 只能这个字段 在这个字段中查询什么单词 用ag ag a i i n st 用这个 比如说我查询 这里边 概要介绍中有prp的字段 这就是全文缩影 你看一下 就可以 在这个字段中得借助两个函数 在这个字段中 查询prp字段 这样的话就不用这种like匹配这种形式了 那只要 这个字段中 有人能建设全文缩影的自己字段中 假如这是一篇文章很长的一段内容 里边只要包含prp的 那所有记录都会写出来 那这个记录的书名和价钱都会给我们反馈来 那他会以相关性从高到低的顺域排序 另外呢 这两个函数 你看一下 这两个函数呢 除了在wire子具中应用呢 还可以放在wire查询体中 那这样的质询mycycle呢 会搜索 比如说book表中的每一条记录 计算各条记录的相关值 也就是多少有prp的 这个并返回匹配记录的这个加全分裂表 那返回呢 分数越高 那相关性越大 那比如说 他不光是做wire条件 我可以这么做 serect 选择match 比如说描述这个字段 然后 a g a i n st 比如说找prp的这个 然后from 从books这个表里边 那他返回来就是一个呃 权位值的一个计算各条记录的相关值的一个加全分裂表 那返回的值越高相关性越大 你可以试一下 那这个实验我就不给大家做了 因为咱们后期的项目呢 你用不到这样的权位所影 好 我们再总计一下 所以 创建表的时候 看创建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每一列都指定 像唯一唯一唯引 然后啊 主件唯引 然后常规唯引和全员唯引 这是属性和唯引列表 那么我们现在就差 创建表的时候 这个外边需要用的表类型和字符级的设置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录制到这里吧 下节课呢 我们再继续把创建表的部分 数据类型及存储位置 表类型 还有这个MySQL字符集 以及修改表 介绍给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录制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